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60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安 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 黄廷禅创办人 也是钟领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张庆祥 张讲师 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呢 希望讲师可以用几个案例 来跟我们进行建为支柱 好吗 好的 就是台湾跟内地应该现在都已经到了 很多大学都毕业的季节 那在台湾的大学呢 也都会是在毕业的时候呢 就会请一些教育的前辈 一些先贤 然后过来给这些新兴学子要离开学校的 等于是社会的新鲜人呢 来一些耳提面命的一个演讲 这样子 所以在这次的金门大学呢 也一样哦 就会邀请到我们那个教授 那过来给这些社会新鲜人讲话 但是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哦 这个礼堂很热啊 那发现 虽然呢 我们这位教授在台上 在演讲 可是台下的我们这些学生呢 就来来去去 甚至这个大礼堂走了快一半的学生了 那当然这个教授就看了就 有点生气 所以呢 他在台上就讲了重话 那这个重话一讲出来呢 就造成了很多的那个反应啦 或者说有些人就会站在学生这边 有些人会站在教授这边啊 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哦 所以希望讲是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案例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是谁对谁错呢 这个李嘉童教授啊 在台湾呢 也算是很出名的哦 是 那他这个人呢 就是以这个口直心快著名啦 但是这个教育学者呢 他是非常专注在教学上哦 对于这个未来的学生啊 是 奉献他的这个青春啊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啦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啦 那这次的演讲呢 可能是因为讲堂真的是有点热啦 那是不是热的都受不了呢 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不晓得啦 不过也还有一大半的人还留着嘛 对 究竟是说演讲枯燥所以离开 还是说这个讲堂太热所以离开 还是说现在的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实在是太差 所以 离开 离开 这当然是都有可能的原因啦 但是李嘉童这个人他的讲话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啦 也不是说这个空洞没有内容的一个人物啦 是 可是他讲话真的有点重耶 他在教训大家 对 他在教训的时候他会口很直 但是我们就说平常他在讲一个主题的内容啊 这个是一个大教授 这不是一个小人物啦 是 绝对不会是很空洞没有内容 如果我们要说他空洞没有内容 虽然我没有在现场听这个演讲啦 但就是一般人对他的理解的话 也不是这么一个草包型的人物啦 当然因为李嘉童教授在针对我们台湾的教育 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很有贡献 那么如果一个密闭的空间 如果说温度太高 当然会让很多人坐不住是没有错的 这也许是让很多学生比较浮躁的原因 但是是不是仅仅只是这样的原因呢 因为实际上还有很大半的师生也都还在 那么我在想起来 现在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啊 就是比较崇尚那种自由派 那偶尔像我们办禅学啊 禅学应该算是比较端庄的一点的学问 我也碰过那种学生一来 他也不做 他就是趴着躺着 双脚张开对着老师 极少啦 但是偶尔也会碰到 那当然你会觉得说 这样的学问跟这样的场合 既然是来学禅嘛 就是要来学习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嘛 而不是我爱怎样就怎样 如果我爱怎样就怎样 就别来不就好了吗 那如果既然来了 那我们的这个要求一定有要要求的原因啊 那何妨不照着做做看呢 连这么样的一个简单的自我规范都做不到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他在进入社会 他跟人接触的时候啊 他可能就有很多地方他会失控啊 或者是说比较不合群啊 是不过讲师爷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台湾做教育 比如说大学教授他在教课的时候呢 这个学生他自己就可以选择 教授上了课有趣我就留 上课觉得索然无味我就离开 这个正常好像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你如果说讲补习班好了 那个补习班的老师 哇那更是煞费心思啊 他们要试教 然后那个学生要过来试听 觉得你这个代课的方式不合我意 尽管他就算对于专业知识上很厉害的老师 他上课我觉得不幽默不风趣 我也就不会去上了 所以会变成很多老师 好像在代课的时候 他也要花费心思 讲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形态 变成这样的一个翁气 你觉得如何呢 当然讲课能够尽量风趣 是比较好的方向啦 但是呢我们求学啊 不能只求风趣啦 有些时候某些学问啊 还是很严谨的 而且就算你回到职场上 也不是什么职场都很风趣啦 哥哥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在台积电上班 你在张中摩的左右 我告诉你可没有天天风趣的啦 你如果在郭台铭左右 当然我相信这个人也有风趣的一面 但你要知道 你必须要有相当自我 节制控制自己的能力喔 今天李家彤教授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训了大学生一顿才会让他们不开心啊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像现在也有一点走过头啦 比如说很多的这种补教老师 长得漂亮身材又好 穿得又极为火辣 然后呢来教数学教英文 有的补教老师讲话呢 开始走向这种很流里流气 没有学术素养 但是呢就是很能够用一些粗俗的笑话 斗着学生满堂笑哄哄的 哇那个学生爆多 对那种学生反而多 但是长期看来 要培养一个人啊 端正自我约束的能力 那就更不可能了 如果教学太严谨 当然也会给学生一种 枯燥乏味的感觉啊 比较不容易这个提起精神嘛 但有没有必要太流俗呢 我倒觉得也不一定要这么做啦 是 那我们回到这个李家彤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想他也是当大学教授久了 看到大学的学生上课低堂 姗姗来迟 一进来 吃着肯德鸡 嘴巴咬着鸡腿 手里玩着手机 跟着旁边的同学聊天 我想这种情况现在在大学里是比比皆是 那么你要管他嘛 他说教授 你就教你的课你管我干嘛 那你就要不要讲话嘛 可是我就想讲话 不就是要发挥我的天性吗 这是我的自由 各位 这个自由是对的 但是该学习的时候 我们总要有能够有一段时间是专注在一个应该办的事情上面嘛 在上课的时候玩着手机跟同学聊天 那这就是浪费时间嘛 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打着电动 然后说他们在这个宿舍里面是在努力K书 是 所以现在的大学宿舍通宵打蛋 越晚上灯火越通明嘛 几乎到天亮的时候才开始有人熄灯 这种现象我想大家也是心照不鲜 我们用了多少的经费 准备培育未来的英才 结果呢 他们把大半的精力耗费在三星半夜的电脑游戏 看电影 网络的游戏上面 是不是浪费资源啊 是 明白就是 但是呢 你还要给他开灯 你也不能给他限制11点 光家网络他还给你抗议 这就是浪费社会 浪费国家的资源 在我来看 这个是现在的年轻人 观念上已经被塑造成不可约束 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 这个缺乏约束能力 你会说可是他创意很好 创意倒不一定真的很好 我们在想象中应该就是说 欧美的人创意很好啦 我们想象中的这个苏联的人啊 大陆的人以前共产主义创意都不好啦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大陆的创意每年所申请的专利 这个数量啊 已经直逼美国了 而且都有超越的趋势了嘛 是 那现在的新的一些科技呢 所发展出来的 像这种我们认为创意很少的国家 表现却超过我们的想象 反倒是那种 人的那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啊 在职场上他是很需要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聪明的人 其实不需要太多啦 为什么呢 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 资讯发达的一种时代 比如说谁的数学教得好 我们只要把它录下来 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不对嘛 是 但是跟从的人只要能够把步骤做好 比如说一个工厂 他呢需要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 他要的就是按部就班 不犯错的把东西给组装好 这种能要很多 但是去把它图画出来设计出来 那种金头脑的人其实是不需要太多 他就把它画出来了嘛 是 然后呢 日日夜夜一直生产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实力所在嘛 对不对 这些人都是需要自我约束能力的人 对那讲师可不可以再请教您哦 就见为之助的角度来看 的确是这样啊 老师越来越不好当了 那讲师你要给我们老师怎么样一个建议 就是又要有点幽默风趣 但是也要把那个课业交给学生 那学生的态度又要做怎么样的修正 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 这个李嘉童他的声望 各位是不用怀疑啦 那么现在的学生的自我克制能力太差 这个点各位呢也是一个通向 我想我们也大家心知肚明 对 唯一我觉得在这场演讲里呢 稍微有一点应该改进的就是 李嘉童其实是不必说在毕业这么大喜日子 用比较重的话去痛批他们啦 当然如果可以更幽默的方式调侃一下 点到为止当然是更好啦 或者是说我们就把我们好好的专心的把我们今天准备的内容把它讲完 那么在别的场合专注的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现在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些学生的克制能力比较差 用这种方式在别的场合 他受到的批评就会比较少 我现在在网路上所看到的是大家对李嘉童很多的提判 都是说他讲的不够幽默 他应该检讨的是自己啦 他不应该举台积电的例子啦 等等等等 反正是把这个教授批判的像一个招老头似的 好像觉得说学生没有留下来听你的演讲 是你自己应该检讨一下的 但我不认同这样 因为这是一个有深度的教授 他讲的话是直了一点 但基本上的方向是对的 现在的教育太过讲求放任势的民主 造成学生自我克制的能力的低落 你想想看一个大教授在上面演讲 三三两两我们闷不吭声就走了走了 如果这样讲各位体会不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五个人我们在这里 我们正在讲话 我正在讲话我话都还没讲完 你一转身就走了 这是不是对人很不尊重啊 在日常生活我们就会说 你是这样是不尊重人啊 那我们再换一个立场讲 如果我今天在一个公司上班 我的主管正在跟你讲话 你的主管跟你讲话 然后讲到一半 你闷不吭声就走了 然后你主管说你为什么走了 他说这个刚刚房间太热了 好 热可能是有一点 那别人为什么待得住 那肯定就是没有说不走不行的那种热嘛 对 对不对 是有点热没错 但是也只不过是流两滴汗的热 不是要人命的热 你有必要我再讲话跟你讲一半 你走人吗 是 好那如果是这样 你出现在职场的话 你可能待不久了 你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 是讲师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 这么有深度的一位教授 然后不得这些学生的心 让这些学生不认同 怎么办呢 在这个社会上现在 有深度的人不一定被认同吗 只不过我们刚刚还是要回来讲 李嘉彤在这个演讲上 他有没有必要这么大辣辣的开始批评 这是一关他的个性 当然很显然过去他很多批判 也都是被大家所认同 但是这个现在的是非已经给颠倒了 是 不一定是每一次人家都买你的账 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好了 那些社会现象 我们说说这些政客 你讲得越甜蜜的话 百姓就越认同你 对 但不一定对 但是你讲对的话 他们却也不一定认同你 但是未来还会受伤 那大家都在讨一个现场的欢喜 是 对不对 那当然李嘉彤也可以讨大家的欢喜 在那边讲讲笑话 然后让大家鼓掌鼓掌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在演讲 说被掌声打断了几次 有没有 那到底有没有内涵吗 还是只是讲了一个粗俗的教话 大家来笑一笑吗 还是说大家来买一个小时半的欢乐 大家笑一笑而没有实际上的这个成长 那就以李嘉彤来说 他不在乎你们现在快不快乐 但我要把人生的真理我要跟你讲 那百姓显然不买帐啊 你不要以为大学生毕业就程度很高啊 现在零分也可以进大学啊 只要有钱就能进大学了嘛 现在大学生坦白讲程度比不上以前国中生了 好 所以这个要不要这么像大家一样不断的苛责李嘉彤呢 我觉得现在颠倒是非的人实在是很多啦 当然李嘉彤可以那时候不要这么苛责 可以微晚一点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喜气的场面毕业嘛 就好像人家在结婚 然后你上台致辞的时候说你们两个不要高兴太早 说不定很快就离婚 当然你这种忠告也许是对的啦 但是这个气氛下这个可以不谈 嗯 在这个场合这个气氛下就 对对 除了这个以外啦 李嘉彤是我敬忠的人 大家都应该要敬忠 嗯 不应该借这个事情批得体无完肤 而且扩大这些学生的所有的合理性 好像不走那天就会热死在那里 我不认为是这个结局啦 是的 哦那根本就是一个你所谓热是什么呢 20度跟23度的差别 对不对 没有什么值得太大的挂爱 那人跟人的相处是一种诚恳 这个老教授大老远来跟我们演讲 针对的人就是应届毕业生 而我身为其中的一员 应该满怀感恩的听一听 这个有这么多的满身阅历的人 他将要为我们离开校门之前 讲讲什么样语重心长的话 是要以这种心情啊 而不是我现在想玩手机所以我走了 真的是热走的吗 不一定啊 我要趁这个时候跟大家嘻嘻哈哈 所以我走了 有的可能是在这里流两滴汗 所以我走了 有的人觉得说我们在听下去 还是老生常谈 所以我走了 都有嘛 有的人是看到别人走了 所以我走了 真的是如他们所说的 说李嘉童演讲不好吗 里面会热死人不可吗 我认为是鸡毛当令箭 有一点夸大旗词啦 我一直要表达就是说 现在的教育使得这个学生玩乐的能力过多 自我克制的能力过少 躁动的时间太多 静下来的能力太差 为自己想的心思太多 尊重别人的心思几乎等于零 这个才是教育失败的主因 而这样的观念呢 让一个小孩进入社会的时候呢 这边格格不入 那边格格不入 多变成很大的 这个是从细微的地方 看未来发展的大局啦 每一个人都变成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想到自己不想着别人 你不尊重别人就表示自私呢 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精力把一个人培养到大学生 连尊重别人的能力 替别人想一下 忍耐个半小时 对不对 尊重他一下的能力 都没有 那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再讲一个极端一点例子好了 在部队 长官在跟你训话 你怕他走人看看 马上关你两个礼拜紧闭 军阀 对不对 你说军队又怎么样不是自由吗 看情况自由啦 这是专题的演讲 一个将要离开校门 最后慎重其事的忠告 你怎么连一点点耐心都没有了 所以讲师您觉得这样子 自由过了头的我们这些学生 进入了职场之后 哇有苦受的呢 这个自由过了头不是只有学生 他出了社会之后 比如说立法院可以冲进去 对不对 我无罪好 可以啊 但是以后 你总要开公司 你要当老板 别人也可以大屌不甩的 就不甩你耶 对不对 就给你乱场耶 好 那好 大家都是想到自己 凡事只要有人赞成 反正必然有人反对 好 然后呢这边闹不行 那边闹不行 这边一事无成 那边一事无成 哎呀这个就是现在 自由过了头的后遗症嘛 我就讲过说 再好的事都不能过头啦 一过头就会产生伤害 是 那我请问各位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自由 谁来节制他呢 没有一点点机制 没有 这个老百姓是这么好欺骗的 这么好迷惑的 这么好诱拐的 就把他又拐上这一条船 然后呢一去不复返 哎 丝毫没有节制的激人 这些百姓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只要我喜欢 反正所以才到处产生了 这些紊乱的现象嘛 是 谢谢讲师您哦 用建委资助的这个角度 从李嘉童教授的这个新闻事件 来让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自由过了头 无限上纲的自由 之后造成的一个伤害哦 嗯 当然我们知道自由很好 但是无限上纲的自由 那是对社会 对国家 都要有节制的能力 是这个自由才有意义 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 拜拜